欢迎回来 我们来跟进香港局势 昨天举行的全球反极权大游行 引发警民激烈冲突 混乱当中 一名当地印尼语传媒的女记者物重榴弹 防爆警员发射的橡胶子弹摄像头部 险些射中眼球 另外香港警方也展开新一轮大逮捕 其中一人是被指参与非法集会的香港艺人 王宗瑶 湾仔是昨天警民冲突的战场之一 大批示威者昨天在铜锣湾到金钟以待抗议 不少媒体都紧随示威者直播 当时印尼语传媒Sara女记者威比美加 在湾仔站行人天桥直播采访 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她马上倒地不起 初步怀疑是防爆警察发射橡胶子弹时 射中威比美加的右眼眼眉 幸好眼球没有破裂 现场救护员为她急救 之后送院缝了三针 另外香港众志常委罗冠冲也透露 本土派学社中大本土学社的创始人刘颖匡 以及香港艺人王宗瑶 今早分别被警方上门拘捕 他们被指涉嫌7月1号在立法会参与非法集结 以及川谋行毁 以及进入会议厅范围等罪名 王宗瑶被带往湾仔警署 已经有律师跟进 香港医管局表示 昨天晚上有25名男女送院 年龄介于18到67岁 其中一名女子伤势严重 另一名男子已经出院 另外23人情况稳定 警方暂时还没公布昨晚的逮捕人数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